主席 我是觉得 非常赞赏 当然我们也希望在现有的基础之上 我们要继续的往前 所以我今天来咨询是基于我们好还要更好 非常谢谢 那再来就是说 我也看到我们主委今天的报告里面 对于我们客语的传承 客家文化的推广 课语学习多元化都很积极的在推动 那我不知道主委是不是 记得在上一个会期 在这个课语推广上 我特别的强调 像我自己在客家庄 那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闽南语或台语 就从小在客家庄 那我闽南语跟台语的学习 我是怎么样学习 我先从唱台语歌开始 然后当然跟这个长辈互相的在沟通上 我们才对这个语言开始熟悉 所以其实唱歌本身 它是可以让一个语言或甚至这些文化 得到一种很好的呈现 我完全同意 这点你也很认同 所以您记得上一个会期 我的一个质询的重点 我知道 关于客家歌曲的这个版权的问题 对 就是这个客家歌谣的这个版权的问题 那主委那时候也有特别的这个承诺说 在这方面可以再来加强 那我想请教主委您知道 到目前为止 整个有版权的 因为我们的乡亲啊 既然刚刚姚文志委员一直的强调 在我们新竹县客家大县 所以唱诵这种客家歌谣 我们很多的妈妈班 歌谣班 他利用平时的午后 假日的晚上等等 都很多人在唱诵 可是这个会有版权的问题 他们也很怕被罚 过去也有这样的经验 我这样唱到没有版权的 一个客家歌谣 其实要他们一个人交几百块 对他们对这种淳朴的客家乡亲来说 就已经是很大负担 如果动则被罚个十几二十万 他们是吃不消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主委是否知道我们传统客家歌谣 有版权的有几首 我想我们就我们客委会 来协助取得版权的使用的 传统的老三歌加现代的客家歌曲 目前就之前我们编的 有一本客家歌要取福选集 有九十三首 然后这几年 这几年我们办的客家同花歌曲创作大赛 这些歌曲呢 因为是客委会主办的 这也是事实上也是可以使用的 也是客委会也可以授权使用的 目前 但是呢这个还不够 所以我们上次委员咨询之后呢 我们客委会就成立一个 针对这个做专案的研议小组 我们邀请各个专家来 看怎么样来用怎么方式 需要多少预算 我们可以取得更多的授权 让大家在公益使用 也就是一般的公益交唱 或公益的演唱 公益的比赛 可以使用这种情况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更多的 我们的乡亲 或者是喜欢客家歌曲的人来使用 目前我们还在努力中 是 对 所以可见主委您真的是 非常的关注 就是说对客家说服 这确实很重要 确实我们这个客委会发行的客家歌谣选集 只有九十三首 包含这个 对确实不足了 同花歌曲有四十二首 对啦五十二首的传统 四十一首的现代创作 那所以我看到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同花歌曲有四十二首 最近我们连续三年来办的 有四十二首也可以使用 这四十二首也可以 所以这一点要再推广 因为就 乡亲这边跟我的 我们会加强推广 因为确实很多乡亲还不知道 就我们2008年12月出版的嘛 所以是不是可以 以客委会 每年我们订定一个目标 我们每年有 这个 召集 我们这些 也许版权 这些 这个 呃 就是这些商人 就是能够来沟通 我们每年有固定的经费 让这样的一个歌曲能够增加 包括刚刚 姚文哲委员也提到这个天川日 是是 像今年天川日 我想我们客委会 有协助 大家知道 在新竹县竹东镇 办非常大的 那中部主委 另外我们不只是这个 我们还有 我们自己客委会 我们自己客委会 也在苗栗新竹 湿头山 办健行 嗯 我们从苗栗 湿头山的头 走到新竹县 额梅香的尾 嗯 我们曾经有办健行业 是不是主委可以 我们在客委会就是规划 我2008年出版嘛 那我是不是我每两年 我可以有一些经费 我可以增加一些歌曲 然后这样逐年的来增加 因为2008到现在 这一部分 我们现在上次委员资讯 所以我们就要积极来来做 所以我们等我们有具体的成果的时候 一定会跟委员来报告 我们一定会让他增加 怎么样取决版权的问题 可以有具体的实诚 跟目标 这个因为涉及到版权的 对对对对 可能没办法直接就定时间 但我们会尽力来推 就积极的来推啦 这是你说要定一个时间表 因为涉及到版权不好谈 那个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自己不能设定 设定的话 谈不成的话 那就 我看新北市跟台北市 他们之前都还蛮成功的 有召集这些版权商 都有 他们事实上那个大概都是一次性的 不是 不是像我们这个 大概都是针对那一次的比赛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对我 扣我会中央的单位来讲 没有意义 最重要的是要让他长期性的 对 那既然长期性 我们也已经五年了 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再增加 所以这一块我还是 因为主委上次也是答复我尽量嘛 那所以我们的乡亲知道 主委有这样的回应 其实他们非常的高兴 所以我们会加快脚步 这一部分 就是说我们咨询的这样的内容 甚至影片我都让我们详情都了解 是 他们非常的高兴 但是高兴之后他们就在等待 什么时候有更多的 它确实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我们目前最快的一个就是 童话歌曲这个可以先提供 这四十几首 而且很多都很好听 然后一年比一年的水准高 像我们上个礼拜六又几万今年的比赛 水准更高了 所以说像这些都可以提供 就是新增加了 事实上我们这几年有几首 童话歌曲创作大赛出来的新曲子 现在已经流行了 还蛮受欢迎的 好 那主委今天这样讲 我一定把这个传达回去 让他们在开始学唱这些新的童话歌曲的这段期间 我们也尽快能够增加更多的客家歌谣 让他们很快的他们相亲学唱歌很厉害 比我厉害一百倍 他们很快就唱熟了 那希望有新的歌可以唱 那这个部分再请主委 我们希望下个会期有好消息 好 我希望有更快的时间就跟你报告 好 谢谢